说到吃牛蛙呀 很多朋友会觉得 这是进馆子吃的东西 其实牛蛙在家里做也很简单 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露露姐 就要给我们分享一道家庭版的牛蛙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有请露露姐 你好 晴晴 露露姐你好 今天要给我们用牛蛙做一道美食 是吧 其实很多人真的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在家里不做 觉得牛蛙就是应该去馆子吃的 因为太麻烦了 是 那您今天这个 其实牛蛙很方便的 你现在到市场上去买 人家会给你斩杀好 回家只是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今天带过来的牛蛙 都是市场给斩杀好 你清洗过的 直接处理就可以了 那很方便 完全没有后顾之忧了 那大家就可以安心学起来了 名字叫什么这道菜 香煎牛蛙 香煎牛蛙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牛蛙的肉质很细嫩 这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餐厅吃到的牛蛙 多是麻麻辣辣的口味 其实做成咸鲜味道的依旧很好吃 那我们来看看 香煎牛蛙是怎么做的吧 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牛蛙 五花肉 洋葱 姜 小葱 蒜 小米椒 淀粉 白胡椒粉 料酒 蚝油 生抽 香油 盐 糖 哇 这牛蛙很干净啊 对 而且基本上我看你把血水都处理的 对 已经准备了 基本上没有了 冲洗了很多遍了 现在改刀 对 改刀 这个改刀起来也很简单 比你切鱼啊 切鸡啊 都简单 因为它小 而且牛蛙的骨头很脆 我把它切成这种大块就可以了 好嘞 牛蛙其实真的是个好东西 因为它的这个蛋白含量非常非常高 而且呢 它还有这个强身健体的作用 关键是 咱们比如平时说这吃鱼 它比较寒 是吧 羊肉呢 又比较偏热性 这牛蛙 它就属于中间的 而且这个牛蛙其实特别好熟 其实挺好做的 好做 也没有差 它吃牛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 所以说其实家里面 没事可以一只吃上一次 牛蛙也不贵 十几块钱一斤 像今天这是大概五只牛蛙 一只平定下来就是 十一二块钱 一只十一二块钱 对对对 平时我们家庭的话 一家三口 其实两只到三只就够了 差不多吧 再配点 再配点菜 对 再配点菜也可以 好我们切好以后 我们用厨房什么的 给蘸一下 因为之前泡水泡得比较久 对对对 而且我们一会还要炸它 所以怕它泵油出水 所以要把它稍微吸干一下 这牛蛙小朋友能吃吗 可以啊 可以吃 这个肉质特别嫩的 而且营养价值也高 可以吃 好了 好了 蘸它水分之后放到盘里 这牛蛙它有没有腥味啊 有点点土腥味 去一下 好嘞 因为我们一般吃 我都是在外面吃的 而且吃都是那种麻辣味 特别重的 基本上就尝不到它的腥味了 所以自己在家做的话 还得注意这一点 咱们要怎么去腥啊 放点胡椒 白胡椒 白胡椒 它有五克的样子 因为咱们今天这是五支嘛 量多一些 好 我们再放一点点盐 增加一下它底味 然后放一点白糖 挺鲜 挺鲜 咱们去腥不是要放什么 葱姜料酒啥呢 都不放吗 这个不放 因为我们把它擦干了以后 要过油炸 所以这些东西不放 好 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好嘞 然后腌制一下 糖胡椒 而且我们就是像处理这种肉类啊 首先咱们就油炸或者煎的话 它这个其实就是去腥的 高温下面它的腥味也会很快速的就挥发掉了 是 好 我们抓一下 放在旁边 腌一下 我看你今天准备的食材有一个很特别的 你做牛蛙牛蛙主角 你又拿了一块这五花肉 所以到底谁主角啊 它是配角 因为牛蛙比较就是瘦肉多一些 五花肉稍微肥油多一些 所以把它的两个刚好 结合一下 好嘞 我们把这个腌着 我们把它切一下 好 现在咱们把这五花肉改刀啊 对 我们洗过的 这块肉全用吗 全用吧 好 我们把它切薄片 这个咱们平时 比如说是做鱼的时候 放点肉末上 就一样的道理 对 还有咱们做很多干锅菜啊 干锅菜花 干锅土豆片 需要点五花肉来给它润一下 是 你看我今天买这个五花肉 挺漂亮的 一层一层 筋五花 也不敢太瘦的肉 对 我们都知道这个吃牛蛙比较盛行的两个城市 一个是四川 一个是广东 对 四川这边主要就是煮火锅 或者就是干锅牛蛙 麻麻辣辣的 我特别爱吃 像广东那边 他们比如说是牛蛙宝 就清炖牛蛙宝 还是牛蛙汤 是吧 所以咱今天做的这个 是偏哪边的做法 主要是偏南方 这五花肉咱切的 我看就是也不是特别厚啊 对 切薄 不过适中 大概就是半厘米的样子 这个切肉的时候 如果说您的刀工不太好 放到冰箱里稍微冷冻一下 对 拿出来切 就不会这么软了 五花肉也切好了 我看您准备的还有点小米辣啊 对 我们稍微放一点点提个味儿 好 然后我们 现在就开火了 对 开火 我们先把牛蛙煎一下 先煎一下 牛蛙是不是腌制一下 它还会出水 会出一点水 所以就是大家在油煎的时候小心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油不是炸 是煎 所以就是一点点油就可以 所以不会蹦到太厉害 好嘞 好了 我们先把锅烧热 高原小粒会更香 我们用到的是长安花菜籽油 不管是煎还是炸 还是炒 用菜籽油会更香一些 对 然后我们用 这点油就够了 对 特别好 家庭做很多菜的时候 就害怕是油炸 炸完这油一顿还用不完 咱们把炸 反成煎 这现在要放淀粉了是吧 对 我们放点淀粉 这个就能解决刚才说腌制的时候 再次出水的问题了 对 然后把它的水分也锁一下 给它裹一下 一点就是可以 不用放太多 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油温要烧到几成 烧到五成热就可以下锅了 差不多了 煎的时候把火开到最小 小火 不然牛蛙很容易老 好了 全部牛蛙放进去之后 现在咱们可以开大火了 对 快速地给它煎一下 嗯 我们 因为牛蛙很嫩 我们就煎的时间不要太长 两面金黄就可以 好嘞 嗯 我们现在放下就先别动好 让它变得行 等到晃动的时候 就证明这边已经煎好了 对对 我们把它放上面 好 牛蛙煎到锅里 我们现在是 我们调个汁 好 来点生抽 嗯 嗯 然后一点蚝油 因为我们就不割盐了嘛 哦 嗯 然后我们放点香油 香油的量比较大 对 拌一拌 这就可以了 嗯 然后再倒一点点料酒 哦 这时候去个馅 可以 这个汁是最后调味的 还是烧制的时候用的 就烧 哦 就出锅的时候 哦 因为它是个 也算一个快菜吧 哦 最后出锅的时候 一淋在上面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好嘞 这会儿牛蛙应该差不多了 嗯 因为牛蛙很好熟 这就可以了哈 还要再煎一下 还要再煎一下 嗯 我煎得有焦的 嗯 切个洋葱 切半个洋葱 切点料 我们切成那种 菱形块就可以 大一些 嗯 然后姜 然后我们用到这个小米辣 如果你不想割也可以 好嘞 这样可以割一点 好了 牛蛙应该差不多了 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哈 嗯 煎到两面金黄 金黄色 嗯 我们关火 然后我们现在 放入五花肉 五花肉 先把五花肉的油 先煎出来 对 这边五花肉需要时间啊 嗯 用大火还是小火 嗯 现在大火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锅里啊 炸的这种焦焦的黄黄的 就可以了 对 我们现在把那个蒜瓣放下去 好 就炸出 哇 好多油啊 锅里 对 这油会不会太多了 五花肉的油 嗯 如果嫌多 可以把它倒点出来 这个相当于是大油加 再加菜籽油 对 炒菜也很香啊 嗯 好了 我们把这些配料放进去 一起放 嗯 再放一点小葱 葱是不是得留点葱叶 对 从板盘的时候用 是 好嘞 这块五花肉牛花都熟了 我们就只是给它调味了 嗯 我们把它这个洋葱炒到断生 嗯 好了 我们把牛蛙倒进来 倒进去 料汁倒进去 嗯 搅拌一下 我们把这个蒸好的料汁 嗯 就可以倒进去 这个牛蛙 这个牛蛙如果还想加点配菜的话 可以在编完小料之后 放点铺菜进去 也可以 嗯 一般好像这种牛蛙 我们配就是青笋 青笋 嗯 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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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把它翻炒两下 就可以出锅了 好嘞 好诱人啊 好了 放火 就可以了 炸椒鞭干的五花肉应该也很好吃 嗯 好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牛蛙 牛蛙不是只有麻麻辣辣的才好吃 咸鲜风格的一样够味 而且这样的口味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和认可 另外牛蛙在油煎之前裹了一层淀粉 水分没有流失 所以肉质依旧很细嫩 您呢也可以用砂锅来制作这道菜 聚热存热风味更浓郁 在餐厅一斤牛蛙要四五十块钱呢 市场上买处理好的牛蛙 自己在家烹制性价比更高 而且吃的很过瘾 来吧乐乐姐我们一起品尝一下吧 好的 我们拿公块已经分好了 文明用餐 健康生活 同时呢我们也要做到 多开窗 多通风 勤洗手 多喝水 我们今天是先煎 然后后再烧制的 口感上来说 比较有嚼头吧 整个胃形上来说是偏广东的 它属于比较清淡的感觉 虽然放个辣椒 但它那个辣也只有一点点 和四川这种麻辣牛蛙吃起来 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而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家庭制作一些 关键做法也很简单 也不费什么料啊 因为四川那个做牛蛙 它很费花椒和辣椒 对 干辣椒花椒放很多 很多家里就会觉得 有点太浪费了 所以说这个做法呢 既省料 然后呢做出来味道也好 老是要皆宜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香煎牛蛙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牛蛙剁成块 蘸干表面的水分 放入白胡椒粉 盐 白糖 抓匀 腌制一会儿 五花肉切片 洋葱切成块 第二步 制作料汁 小碗中放入生抽 蚝油 香油 料酒 搅匀 第三步 牛蛙中放入干淀粉 油热之后 把牛蛙放到锅中 煎制到表面微焦 第四步 利用锅里的鱼油炒五花肉 煸出油分 放入大蒜 下入洋葱 小米椒和小葱 小料炒香之后 放入牛蛙 加入料汁 翻炒均匀 这样香煎牛蛙就做好了 管家小账本牛蛙60元 其他材料15元 共计75元 非常感谢露露姐 也为您送上一份礼物 好 谢谢 由我们的长安花粮油 提供的高原小粒 味高香的长安花菜籽油 也希望您喜欢 希望您常来 好的 好嘞 那接下来呢 还有更加精彩内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见 长安花菜籽油提醒您 广告之后更精彩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陕西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好管家 我是主持人赵敏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的给大家来奉献美食 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 给大家推出的这道美食啊 可以说是一个山珍美味 至于是什么呢 先跟大家卖个关子啊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旁的这位嘉宾 陕平 陕平你好 各位好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什么菜呢 烧汁香菇 烧汁香菇啊 怎么样 香菇呢也算是一种山珍 对不对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做这个烧汁香菇都需要什么食材 香菇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俊类之一 香菇的做法有很多 但大多都是配菜 今天我们就让香菇当一回主角 制作烧汁香菇所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干香菇 小米椒 蒜 香菜 小葱 高汤 鸡精味精 鸡汁 烧汁 老抽 虽然说啊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啊 叫做烧汁香菇 但是我们把这个食材又升级了一下 升级成什么呢 把这个香菇啊 改成了花菇 其实香菇和花菇啊 很多人都感觉是傻傻分不清楚 我在这里啊作为一个闪男人 然后跟大家好好的来解释一下 其实啊香菇和花菇啊 本质上来说呢是同一种 只不过呢这个花菇呢是在这种 特殊的这个环境之下呢 它上面产生了这种爆裂的这种花纹 吃起来呢它的这个口感呢更加的醇厚一点 然后有的朋友就会说了 哎呀那我在市场上挑这个花菇的时候 是不是又挑那种又肥又大又圆的 就口感特别好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挑选这个花菇和香菇都是一样的 要选它这个体型比较均匀的 然后它这个结构呢也比较的完整一点 反而不是越大越好适中就可以了 你作为闪男人的话呢 吃这个啊真的觉得它是属于一种山珍了 我觉得啊就是每次啊回家去了以后 都不知道该买什么菜 但是呢你家里肯定是会备上一些这种干货香菇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啊就是把你家的这个干货 拿出来做成一道老少皆宜的这种菜 而且啊今天这个花菇呢其实它也是非常的有营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牛肉吧 牛肉很有营养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花菇啊是比牛肉更加的有营养 可以说它这个营养价值啊是这个牛肉的四倍 而且呢它里边含有非常多的这种钙铁铃 如果说是在这个安康一带啊产子的这个花菇啊 它还会含有腹锡 所以对人体非常的好 里边也有丰富的这种蛋白质还有氨基酸 你看我们人体啊一共需要八种氨基酸 但是啊这个香菇里边啊就含有七种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了 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啊就是普通人大众可以接受的 进来咱先把这个香菇先给它就是刚开始先给它清洗 清洗完了以后就给它泡水 泡水的时候大概就是个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泡完水以后再去开始给它制作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提前呢在演播室给大家泡好了 我们看一下泡成什么样了 这个呢就是泡好的这个花菇 对 我们能看到上面这个花纹啊它已经就是开裂了 对 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花菇呢就是小小的圆圆的 它这个形状非常的漂亮 对对对 好接下来怎么操作呢 先给它烫一下 嗯 在烧它之前把它给烫一下 这个就是给它撒个均 嗯 好 这就可以下锅 好嘞 烧的时候我们在锅里要不要入底味啊 嗯 嗯 要 嗯 过个水的时候给它过透 嗯 相当于是给它煮熟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香菇啊 其实我觉得入味以后特别特别的好吃 但是它入味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对对对 现在开始给它切这个辣椒 嗯 哇这么多这个小米椒 对 不过我喜欢 哈哈 切成小圈啊 对就是切成这个段 段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切成大蒜 嗯 大蒜也是给它一分为二 嗯 切蒜子就可以了 嗯 切成大块就可以了 对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要用这么多的蒜呀 对这个因为这个蒜味要出头一点 嗯 在一个它这个香菇的这个入味的时候 它比较难入味 所以就是料头要给它稍微放松一点 嗯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料头也切好了 嗯 好 现在把香菇给它给捞出来了 嗯 煮了以后更圆了 嗯 其实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鲜香菇的样子啊 如果没有见过的朋友可以这个网络搜索一下 就是非常的好看 就是一个香菇大棚里边 它可能是一段这个段木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营养袋 然后从这个营养袋掏出长出无数的这种香菇 然后这个香菇每一个都很饱满 然后也很圆 看上去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 对 然后你进入这个大棚以后 你会感觉到密密码码全部都是香菇 反正就很震撼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这个闪男的孩子啊 经常熟悉的这种场景 对对对 嗯好 现在开始给它烧油 好 另起锅 对 还是热锅凉油 对 好 本节目用油是由长花凉油提供长花绿色小榨菜籽油 不是每一瓶好油都是绿色食品 倒入这个料头 嗯好 嗯 好现在给它炒好以后给它倒入这个高汤 嗯好 好 明显的感觉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对 那高汤呢是用什么调出来的呢 鸡酱 嗯 那个棒子骨 对 再加点五花肉 在家里面就可以调 家里边要是没有这个高汤怎么办 家里边没有这个高汤的话 你在炒这个辣椒的时候 可以给里面加点这个五花肉 嗯 就是肥油片 它跟这个辣椒一块炒 把这个肉香味炒出来也是一样的 加点清水就可以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 好现在给它再加入这个小葱 嗯好 还有这个香菜 这块就加香菜 对 我还以为香菜最后只是一个装点 对这熬一下 它这个蔬菜味就比较浓了 嗯好 这个给它熬个大概个五分钟左右 嗯 把这个料炸给它打出来 嗯 就所有的吗 连蒜和辣椒也都不要了 然后里面就留几个辣椒就行了 嗯 搭配个颜色就可以了 好的 嗯 我们爱看好玩家 好 这个汤汁熬到这个程度 就算是可以了 对 然后再把这个料炸给它打出来 嗯 这个料炸 然后完了你就选几个这个辣椒 红辣椒 搭配个颜色就行了 嗯 因为这个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对 反正打完这个料炸以后 再就光给它留上几个这个辣椒就可以了 嗯 提个色嘛 对 好 现在开始把这个香菇给它夹进去 嗯 好 这会儿就可以开始烧制这个香菇了 对对对对 但是刚才我们也讲了香菇呢它不太好入味 对 所以这个烧制的时间我们应该控制在多长了 嗯 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嗯 再一个就是这个汁一定要宽 嗯 啊 汁宽了后然后就把这个汁就给它收干就行了 嗯 好 现在可以给它放入烧汁 嗯 好 以后感觉汤的这个颜色就深了好多 对 也起到一个上色 定味的一个作用啊 对 然后再给它放这个鸡精 嗯 可以少少而鸡精 嗯 再来一点点味精 嗯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烧汁啊 这个烧汁其实一一般我们从这个市场上可以买到成品 如果说家里实在没有烧汁这种情况之下 可不可以用老抽来代替一下 嗯 老抽不行 嗯 得用这个老抽跟这个生抽对到一起 混合着 光光老抽不行 嗯 那就现在再给它加一点鸡汁 好嘞 提个鲜 好了 然后就这样小火给它这烧着 嗯 烧个五分钟左右以后然后给它转大火 把枝子收干就可以了 收浓郁就可以了 对 现在看起来就是浓油吃酱的样子 对对对 好 因为它这个香菇肉味比较慢 嗯 对 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烧汁的这个时间 差不多也就是五分钟这个时间 中途呢我们可以来回的翻着看一看 对 嗯 好 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大火收支的过程了 对 这个不停的看到汤里边冒着这个泡泡啊 对 其实它这个泡泡呢在爆裂开这个同时呢 这个水分呢也就被带走了 对也会蒸发的 好 差不多了 嗯好 差不多的时候咱在出国前起来加点这个老猪 上一下色 它这出来这个颜色就是黑亮色的 嗯 对 其实这个香菇在这个大自然生长的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就是属于比较深的这种颜色 对对对 嗯 好了现在就可以了 油亮油亮了 对对对 黑的发光 对对对 现在呢这道烧枝香菇呢就已经装好盘了 请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道美食吧 香菇作为主角也是很不错的 干香菇相比较鲜香菇来说味道会更浓郁 再加上高汤已经和各种调味料微致滋味更浓香 不喜欢吃辣可以去掉小米椒味道也不赖 嗯 我们现在啊已经品尝完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香菇做好了以后啊真的是可以比肉还香的 那么今天吃到这个你做的这个香菇啊让我觉得深有这个体会 首先啊这个香菇吃进嘴里啊它是属于这种香香的辣辣的 觉得让人哇一下子胃口大开 特别的下饭对吧 然后呢你再看它这个颜色 它的就是属于这种乌黑发亮的颜色 但是呢就让人觉得哎挺不同寻常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香菇做好以后它这个形状啊 可以说每一粒啊都非常的饱满 这个香菇吃进嘴里的这个给人感觉的口感 啊它像是有这种肉的口感同样呢它吃起来也比较的紧实 外形好营养价值高 然后也非常适合这个降低人的这个血糖和降低人的这个胆固醇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烧汁香菇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火收汁淋出锅淋入少量的老抽 这样烧汁香菇就做好了 管家小账本制作烧汁香菇供需15元 牛肉切成片 放入生抽 放入生抽 油 蚝油 葱姜水 拌匀 油温六成热 放入牛肉 快速拨散 肉片变色之后出锅 牛肉中放入料汁 芝麻 香菜 拌匀 牛肉滑过油 所以特别的嫩滑 一点都不柴 香菜在整道菜中特别的提味 是不能缺少的 这道香菜拌牛肉 味道绝了 香辣过瘾 好吃还不怕胖 茄子对半切开 改十字花刀 再一分为四 油温八成热炸茄子 炸成金黄色捞出来 锅中留底油 炒肉末 接着放入剁椒酱 炒香之后加入蒜末和姜末 放入炸好的茄子 倒入少量的水 调入盐 糖 鸡精 生抽 翻炒几下 淋出锅淋入水淀粉 最后撒上小葱 经过发酵的剁椒酱 香而不辣 特别的下饭 茄子虽然吸油 但是吸了油的茄子才会好吃 最后再经过烧制 软烂入味 加上油润的肉沫 酸的米饭不够吃 现在正当冬季 在冬季当中 我们的饮食习惯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在冬季 我们就有一个习惯 就喜欢吃这个腊肉 而且是自己在家里腌制的 这个味道会非常的有滋味 那接下来有请一下 我们本期嘉宾陈武 你好 可以叫你陈老板吗 也不用也不用 我本来就是一位厨师 大家好 我又和大家见面了 我就是体员小厨创始者陈武 陈武的一听这个口音 就是好像是四川人是吧 我老家是重庆的 重庆 说到重庆 那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最好吃的就是重庆的这个 九宫阁的这个火锅 每次去重庆是必点的 那是我们重庆的一个美食代表 还有重庆小面 是的 我们家的江湖菜 辣子鸡 毛雪旺 这些都很好啊 都是我们整个川云两地的一个美食的一个代表 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什么美食呢 今天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到冬季必吃的一道菜 就是我们的腊肉 那肉呢是我们在整个我们老家来说的话 一到冬季这个入冬以后啊 我们每家每户基本上就要自己必备的一个一个过冬的一个食材 我们今天做的叫拍蒜口馍炒腊肉 做腊肉灌香肠是冬天必做的一件事 腊肉和香肠也是冬季不能缺少的美食 来自重庆的陈武大厨就要用腊肉来烹制一道美食 那所需要的材料就有腊肉 口馍 大蒜 蒜苗 辣椒面 鸡精 生抽 我们今天要用的主材呢就是这个腊肉 我们拿下来能看一下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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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腊肉是怎么腌制的呀 它跟我们平时在家里腌制的有没有一些什么区别 这个腊肉这块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老家传统做腊肉的话 就是每一年我们不是农村就要养猪吗 父母都会养猪 父母辈子也被都会养很多猪 我们猪呢到这个季节就是杀一头猪 现场就吃不完那怎么办呢 我们那边就刚好就通过用盐把它腌制 腌制完以后或者尤其酱对吧 酱油啊这个胡椒粉呢 就能够把它进行腌制 腌制上一周左右呢就是让整个肉呢全部浸透到调味品啊 这种盐的那种味道到到里面去以后 然后我们再拿出来进行一个什么清洗晾晒啊 或者是用腌进行熏制啊 这么一个传统工艺吧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主角啊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先把它来切一下呢 嗯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腊肉的话呢 就是说按我们老家的做法就是腊肉 因为今天我这个是把它已经煮熟了啊 煮熟了 我们如果按传统做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腊肉呢 放到火上去烧一下 哦怎么烧 就是把那个皮要放到火上去烧 哦 因为那肉它是经过风干以后呢 它的皮就很硬就跟橡皮筋一样 那么我们整个把它烧的过程当中就是要烧的起泡 起泡完以后我们再用温水把它进行浸泡 泡完以后再进行把皮把它刮干净 再清洗 那表面这些这个烟熏的那些这些这些残留 都全部把它清洗干净 嗯 大家看就是我们这个腊肉如果处理好以后啊 它整个的表面是很干净的 对 那么我们在处理腊肉的时候呢 就是那就是在0.5厘米厚这种片就可以了 薄厚适中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这个橙武啊 就是我们在选择制作腊肉的这个肉 是不是也要分一下肥瘦的比例 嗯按我们家里面的传统做法来说的话呢 基本上做腊肉的就是用五花肉比较多一些 五花肉 对对对三项五花肉 最少就要有三层一层肥的一层瘦的一层肥的一层瘦的 这种情况的啊 好 我看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腊肉好像貌似是肥的比较多 嗯 但是它一会炒出来以后你就感觉它 其实往往那个肥肉吃的不腻 而且呢就是口感会更好 嗯很香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如果成瘦的话它就吃起来感觉很柴 对 腊肉呢除了我们炒制的这种方法 还有哪些吃法呢 呃我们还可以就是把那个腊肉呢 像我们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直接把它上容易蒸 蒸完以后呢直接上盘子 啊蒸至就不用炒 也不用调汁啊 不用不用不用就这样吃它就很好啊 尤其是这种腊肉如果是一旦做好以后是越嚼越香的 越嚼越香 是的 算不算一个下酒菜 嗯可以这样说吧 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我们老家的话冬天的话 一个冬天都基本上就是以腊肉香肠为伴 像我们老家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冰箱 不用放冰箱直接放场面下就可以了 它就是放到那种 挂起来的 对晾到自己的无盐下面啊或者是防凉下面就可以了 好我们这个腊肉呢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切一下口馍 对我们现在切口馍 嗯 我们要和口馍在一起炒呢 就是因为它要让这个口馍能吸收到这个腊肉的那个油脂的香味 然后再用这个口馍那个鲜鲜的那种汁水 然后和那个我们的腊肉一起炒出来那种感觉会更好一些 对融合一下 是是是是 再加点蒜苗进去 嗯 我觉得腊肉跟蒜苗真的是绝配 绝配 绝配 这是我们从古至今的一种传统吃法 嗯 而且蒜苗这种香味它和腊肉搭配起来就让那个腊肉的香味更加的突出了那种感觉 嗯 嗯 这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一种记忆的味道 对 蒜苗切成段啊 对蒜苗切段 倒入我们的长安花菜籽油 嗯 锅里面先少放一点点油 因为我们这个腊肉呢 就是它本来也要出油 我们主要先做点这个 倒点油把我们这个口馍先扁一下 蓝苗用油呢是由长安花菜籽油提供的 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力微更香 口馍应该是比较吸油的啊 嗯它会吸一点油 嗯 但是你也不敢放的太多啊 放多了以后它本来腊肉也会出油 到这油就太大了 对 就是稍微把 放点油 用不粘锅把它煎一下 煎熟就可以 好 其实口馍我觉得平时我们在家炒菜配一些彩椒也非常好吃 嗯 对 还有虾仁在里面 嗯 基本上要把它全部炒出来 看我们去这间倒的油不少 但是经过口馍这么一吸好像已经把它全部吸干了哈 是 嗯 我们把口馍炒炒好以后呢先把它倒出来 我们再倒一点油 再倒一点油 嗯 对 所以我们油也不易放太多吧 是啊 是啊 如果是真的一会儿出油太多的话 你可以把里面那个油先倒一部分出来 啊 下次你在家里面可以拿一个什么小碗啊或者小冬把它一装 对 你炒其他的一些这个肉菜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也都是可以的 它那个油也是很香的 对我们不要浪费 是的 是的 这个腊肉经过炒制之后呢可能没有我们刚才切的时候这个片这么大 它还会多少缩一点 是 嗯 而且腊肉是越炒越香 对 那炒腊肉的时候是不是火候也要掌握一下 嗯 火这块的话就是首先第一个呢 锅刚好烧热加一点点油然后加去 然后火调小一点 因为腊肉如果是你火化了以后啊 它一下就把它炸干了 哦 一炸干那个皮又吃不动了 对 就有点硬是吧 对对对对 跟橡皮筋那种感觉一样啊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火把握好 嗯 刚开始用小火 好 大家记着啊 我们那个炒腊肉的时候这个火呢 现在不要开大 一定要用小火来炒 对 而且要把每片肉了炒得要开始你看 有点卷起来这个感觉了 是不是啊 啊这个就很好 对 感觉晶莹剔透的啊 对 看着就很香 所以说这道菜呢 肯定一时一道非常下饭的菜品 是是 嗯 就我们在小时候的话 像这种腊肉我们一炒炒完以后 我们就直接拌个干米饭去吃了 啊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也算是一个小时候的记忆是吧 是是是是儿时的记忆 好 我们看炒制的过程当中也出油了 对 因为我刚才我放的油并不多 而且这个油应该是很香的那种 对 这个就是像刚才陈吴说的 我们把这个油逼出来之后呢 这个油还可以接着再用它来炒菜 对对对 是非常香的 嗯好 这个时候腊肉都已经差不多了 嗯 我们接下来 香味也出来了 放我们的大蒜 好 还可以放一点这个辣椒面 辣椒面 对 嗯 提颜色 让我们这个腊肉吃起来更香一些 对 蒜苗 还有我们的口馍 最后放蒜苗跟口馍 是不是感觉颜色都很漂亮了 对 最后我们开始下点调味 就放点 因为这个本身它带盐 我们就放一点鸡精 然后再来一点点酱油就可以了 因为腊肉本身它就是咸的 对 看这颜色也很漂亮 嗯 好了 好 我们就可以出锅来装盘了 好 那我们这道口馍炒腊肉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 冬天就要多吃腊肉 因为实在太香了 腊肉虽然看着肥 但是经过煸炒 油分都出来了 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反而是越嚼越香 腊肉和蒜苗也是最经典的组合 滋味更浓郁 一道简单又下半的菜一定要试试 接下来到我们的品尝环节了 我们已经提前用公块把菜品已经分好了 好 我们来尝一下这道美味的菜品 最关键是这个腊肉 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下饭 我们今天应该撑点米饭 再尝应该是更加有滋味 你看我们这道菜完全没有放盐 但是我觉得它的咸度是足够了 而且刚才这个腊肉不仅我觉得是很有嚼劲 而且吃到厚味的时候是越嚼越香 就是口齿流香那种 整个口腔里面那种香味很饱满 你看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腊肉肥的地方 其实也不算少了 但是吃到嘴里感觉一点点都不腻 其次我觉得这道菜的搭配 蒜苗真的是灵魂 除了这些搭配 我们今天搭配了口馍跟蒜苗之外 还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蔬菜吗 也可以 像我们也可以买一些什么清水 笋片一起炒腊肉 还有就是像我们的竹笋 春季的竹笋也是可以炒腊肉 还有像我们冬季的胡萝卜 煮好以后也是可以炒腊肉 都是当季菜 是的 都是当季菜 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搭配起来以后 从颜色口感 从营养角度上面来说 都是非常丰富的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拍算口馍炒腊肉的制作过程 第一步 腊肉蒸熟之后切片 口馍切片 蒜苗切段 第二步 锅中倒入少量油 先煸炒口馍 炒熟之后盛出来 第三步 再次倒入少量的油炒腊肉 腊肉的油份炒出来之后 倒出来一部分 接着放入大蒜 辣椒面 蒜苗和口馍 调入鸡精和生抽 翻炒均匀 这样拍算口馍炒腊肉就做好了 管家小账本 腊肉30元 其他配料15元 共计45元 5 8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